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重点是你不只是听见 听见它不会是属于我们的 重点是你要去操练 操练 那我真的觉得赞美是神给我们很棒的一个属灵的兵器 如果你知道赞美就是魔鬼的上钟 或者说赞美就是给魔鬼敲上钟 那么我们就会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应用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兵器 所以今天我希望透过这样的信息 对我们有一很好美好的属灵的祝福 你知道我们每天早上起来 我们可以醒过来的那一刹那 你的心可以充满了赞美的心 每一天早上我们起来我们可以感恩 感谢神赐给我新的一天 新的力量 新的恩典 你如果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心 或者说你常常蛮容易感谢神的 蛮容易赞美神的 你知道这个不是普通的事情 这个真的是神很大的神迹 恩典在我们身上 一个人我们人不是天生会感恩会赞美 我们人比较负面倾向 遇到一个事情我们比较容易抱怨 可是神透过赞美 祂给我们一个新的嘴巴 透过赞美神要改变我们这个人 知道在这个西班牙书第三章 我觉得是很棒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来 在这里告诉我们赞美的重要 习安跟以色列 或者说耶路撒冷 这个说的都是教会 说的都是神的儿女 好像在这里神透过先知 鼓励祂的儿女 要赞美 要歌唱 歌唱赞美 然后呢要欢呼 这里提到我们生命当中 会有刑罚 会有仇敌 会有灾祸 可是我们怎么样可以不再惧怕 神怎么样可以把这些除去 就是透过我们来赞美 赞美不是说 今天我心情很好 我才要赞美 听众姐妹赞美真的是一个宝贵的功课 我先从一个希腊故事来跟你分享这件事情 你知道关于希腊神话当中有一个故事叫做 关于寂寞岛的故事 那这个寂寞岛有一个状况 是船员都很怕经过这个寂寞岛 因为每次一经过的时候 他们会从这个岛上会传来那个妖精的歌声 可是那个妖精的歌声是好听得不得了 所以每一个船员一听见这个妖精的歌声 他们都会忍不住 情不自禁地就跳下海去 寻找那个歌声 寻找那个妖精 所以呢到了早晨 那个船 船上都空空的 因为所有的船员都跳下去 都死光了 都没有人 可是只有一艘船 他们是没有这样的问题 他们平安地经过这个寂寞岛 人们就问船长说 你们怎么有办法经过这个寂寞岛 好多船经过都死光了 你们怎么经过 后来这个船长他就说 秘诀很简单啊 当我们听见妖精的歌声的时候 我们就大声地歌唱 我们就大声地唱歌 而且我们唱得比他们更大声 所以听不到妖精的声音 就不会跳到海里 我们就会平安地经过 弟兄姐妹 在我们生活当中 在我们生命里 有好多妖精哦 在我们里面叫叫叫叫叫 那有时候 那你怎么办呢 你要不要跳下去 顺着那个声音 去寻找那个妖精 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 就钻我们生命的牛角尖 还是说我们应该歌唱 大声地唱歌 比这个妖精的声音更大声 胜过我们里面 那个负面的声音 对不起 我们就得胜 我们就平安了 你知道在逆境中 说一句赞美神 比你在得意当中 你一千次感谢神 更有价值 所以在逆境中的赞美 这是非常宝贵的 我们活在地上 难免都会有一些不如意的事 有一些困难 所以我们每次赞美 就像今天早晨 赞美就是你为神 设立一个宝座 在这里 主我们欢迎你 我们一起作息 主我们赞美你 我们感谢你 来到我们中间 神你正在这里 为着你的同在 我要赞美你 圣告古斯丁说 基督徒应该从头到脚 都赞美神 或者说 基督徒应该从头到脚 都是哈利路亚 我们应该从头到脚 我们都是哈利路亚 因为赞美跟感恩 它会帮助我们 把焦点对准神 我们这个人 其实是比较自我中心的 很多事情 我们都考量到 我们的利益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好处 可是你知道 我们这个人的生命 我们怎么样可以 越来越像耶稣 就是透过赞美 当我们不断地感谢神 赞美神 你就把你的眼目 更多地定睛在 耶稣的身上 当然 你知道一个人 如果他不是下定决心 他没有办法过 这个赞美的生活 下定决心是什么 就是我决定 今天我心情不好 我决定我要赞美神 今天心情很好 那还是要赞美神 不管是高山 是低谷 顺境 逆境 是风暴 是平安 主我都要赞美你 我就是定义 定义就是我要力求 能够时刻 能够来赞美神 不在乎我的情绪 我的感觉 我感觉好的时候 我当然要赞美神 可是我感觉不好的时候 主我也要来赞美你 我要来赞美你 弟兄姐妹 当你这样子做 你知道你就是给魔鬼 敲上钟 魔鬼他就最受不了 那个赞美的声音 你知道有时候 我们里面会有 很多的乌烟脏气 有时候会有 很多的妖精 仇敌的攻击 可是每次当我们 在那里敲起 那个赞美的钟声的时候 那个赞美的钟声 在魔鬼的耳朵 不断地放大 哦哦哦哦 很大声 他受不了 他就会离开你 我们常常 生命中有很多的思虑 烦扰 那所以有时候 我们不能够靠我们自己 好像想尽一件办法来面对 有一些不是我们可以面对的 可是我们透过赞美 我们就是告诉主 我要来依靠你 主说你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你怎么样保守你的心 我们透过赞美 来保守我们的心 主我要更多的 好像在你的里面 我要更多的把我的眼目 放在你的身上 在荒漠甘泉里面讲到一个故事 说到一个妇女 她是一个失明的 她看不见 可是她是一个充满了 感谢赞美的妇女 她为什么可以这样 充满感谢和赞美 她什么都看不见啊 在人来看 她的人生是很惨的 但是她说什么 她说 我每一次 我闻到那个玫瑰花的味道 哦我就感谢神 我就想到上帝的创造的伟大 每一次我听见有人 对我很亲切的问候 我就想到上帝的声音 一定也是这么的美好 每一次我碰到那个冰凉的水 洗手的时候 我就想到上帝的供应 每一次我用那个打 就是用手去触摸那个点字圣经 来读圣经的时候 我就更认识神 我更感受到神的同在 弟兄姐妹 一个失明的妇人 魔鬼它可以夺走你的健康 它可以夺走你的财富 它可以夺走你的人际关系 它可以断掉你的人脉 可是你知道 它没有办法夺走一颗 感恩赞美的心 但是你可不可以感恩跟赞美 是在乎你的决定 你的意志 决定跟意志 它就是无关乎感觉 决定跟意志就是 我在我最不好的感觉当中 主我决定 我定义要寻求 我定义要来赞美你 你记得你知道 当时 当时 这个神要带领百姓出埃及 事实上这个关键 神要带领他们出来做什么 神说 容我的百姓出来 让他们来敬拜我 神是要他的百姓 呼召他的百姓 从埃及 从这个世界出来 神要你从这个世界出来 神不要你再活在过去的世界 神是要你过一个赞美的生活 可是 我们知道 法老不愿意放手 对不对 法老不愿意放手 他怎么可以 轻轻松松的 让这些奴役 奴工 好像就从他手中给 放开 让他们就敬拜神 法老不愿意 这个世界 撒带魔鬼也不愿意 我怎么可以让你 离开我 去敬拜你的神 去爱你的神 开什么玩笑 他不会 所以呢 你记得 他们就跟这些百姓说 你们就是太闲了 所以你们才说 容我们去敬拜神 再给你们加倍地工作 你给我做草砖 然后不给你草 对不起 所以百姓们 他们就受到更大的奴役 他们被工作压着 他们没有办法去敬拜神 就像我们今天一样 好像我们想敬拜神 敬拜赞美是神的心意 神要你活在敬拜赞美当中 可是魔鬼不愿意 所以呢 他就透过好多的闲杂的事情 工作的压力 压着你 你没有办法敬拜神 因为每一天你被工作压得 你回到家你都累趴了 你连QT的时间 读圣经你都没有办法 因为你太困了 你太累了 而且今天被老板骂 你气得 整肚子都是火 你觉得你怎么可以 把圣经读下去 你怎么可以感受到 神的同在呢 你觉得我没有感觉 我没有心情 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法老 撒旦魔鬼的诡计 他不会容许神的儿女 去敬拜神 因为他太明白 赞美就是魔鬼的上钟 他怎么可以让你为我敲上钟呢 所以他要得着你 他要用各样的方法 他牢笼你 他捆绑你 他把你捆绑在工作当中 捆绑在一些问题里面 让你出不来 让你无法敬拜神 可是我们的神 祂是何等的一位神 祂怎么可能 任凭法老 祂怎么可能让我们 被魔鬼拽在手中 神祂就是要释放你 祂就是要你自由 祂就是要带领你 所以神就兴起环境 弟兄姐妹 神兴起各样的天灾 我们很熟悉的埃及时灾 对不对 哇灾 蝗虫灾 冰暴 黑暗之灾 反正很多的灾汉 法老不怕 他不怕 他的心是刚硬的 可是他也有底线 对不对 终于最后我们知道 那个灭长子 灭长子 那个是他的底线 他受不了 痛失自己的儿子 他放手了 可是他又后悔了 当然百姓真的离开了 他又后悔了 在《出埃及记》十四章 那边他就开始 就有人来跟他讲 百姓都走了 他后悔了 他觉得这些百姓 不服侍我们 弟兄姐妹 我们活在地上 你如果不是服侍神 你就是服侍魔鬼 你没有灰色地带的 没有中间路线的 觉得说 我可以爱世界 我也可以 有点爱神 不冲突的 我把神放在我的里面 虽然我在世界上 弟兄姐妹 我们的心 神要我们 全心全意地爱他 神不要你一半 你知道神要你全心全意地爱他 所以 这个法老他很生气 因为他生气 提到说 他们不再服侍我们 所以他就兴起 就命令这些追兵去赶 对不对 就把这些百姓 要把他追回来 再把他们拉回到世界 弟兄姐妹 当我们从这个世界 被呼召出来 要好好的跟随神 敬拜神 你会发现 常常有一个过程 特别是刚信主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拉扯 有拉扯在我们里面 我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信主 难道我不可以在世界 也过我自己的生活 我也有我的梦想 难道我一定要这样吗 就有个拉扯在里面 那就是从仇敌来的拉扯 可是神要帮助我们 神要帮助我们 全心地来跟随神 当然 从历史上 你可以发现 百姓 那个时刻 当他们已经出来了 蛮好 因为他们有个梦想 他们有个想法 因为摩西 给他们 画了一个蓝图 那么的好 告诉他们 神带领我们 要进到迦南美地 我们要来敬拜神 那是独一的真神 是爱我们的神 呵护我们的神 已经那么多年 在埃及做奴隶的 这些百姓 他们想到 我们过去 我们都没有觉得 我们是被爱的 可是现在我们可以 来敬拜神 神爱我们 神会照顾我们 而且我们要进到 迦南美地 太棒了 都出来了 就像我们当初的 信耶稣 人们告诉我们 信耶稣有平安 有喜乐 有祝福 有亨通 真好 我们都出来了 可是问题是 我们看见 那一时候 当他们出来之后 却发现 追兵来了 这个世界不放过我们 追兵不放过我们 所以当以色列 他们举目 看埃及人赶来 他们就惧怕 有喜乐 当你的眼睛 看这个世界 看那个问题 你就会惧怕 所以当他们惧怕的时候 他们做什么 你很熟悉这个故事 你记得 他们就开始抱怨了 那个嘴巴就控制不住 当然我知道 跟他们的属灵生命 有关系 你不要怪他们 我觉得是跟他们 属灵生命有关的 所以他们开始 怪摩西 为什么把我们带出来 他们开始后悔这个决定了 我们当初是不是太冲动了 我们在那边 平平安安的不好吗 我们好好的过日子不好吗 虽然日子 这个好像有点辛苦 可是还过得去 那我们现在 我们所面对的 就是生死存亡 一瞬一瞬间 所以他们开始抱怨 他们开始 里面有害怕恐惧 就控制不了他们的嘴 他们就开始跟摩西说 难道埃及没有坟地吗 你要把我们带到 死到旷野吗 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呢 我们就讲一堆 摩西就赶快安抚他们 事实上也不能说安抚 摩西其实是要教导他们 所以摩西立刻就把神的话给他们 跟他们说 不要害怕只管暂住 不要害怕只管暂住 看神今天要为你所施行的救恩 因为今天你们所看见的埃及人 你们必永远不再看见了 对不起 我在说 这个是一个非常先知性的话语 因为摩西立刻刚发生的是 他所想的 他还没有来到神的面前问神 因为才刚发生 百姓 你可以想象 百姓 一群百姓 一大堆的百姓 在那里都是抱怨的声音 负面的声音 对一个领袖来讲是不容易的 所以摩西 他赶快告诉他们 把神的话 信心的话语 给他们 让他们安心 让他们知道 倚靠神 我们足能得胜 不要害怕 神会保护我们 好 可是一转身 一转身 他就祷告神 他就祷告神 所以呢 他就问是怎么办 他求告神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神就给他策略 对不对 神就跟他说 你带他们 你就带领百姓 吩咐他们 跟他们讲 往前走 继续走 虽然前面 后面有追兵 前面有红海 继续走 然后呢 你要举手 把那个杖 举起来 那个水 就会分开 然后 这个百姓 就要从那个甘地 下海走 那个甘地 然后主就 你看我们的神 就把那个策略 会发生的事情 都告诉他 这个事情的进展 会这样 你们往前走 追兵会继续地追你们 可是呢 我会在他们的身上 主说 神的意思是 我会伸手 我会在他们身上 得荣耀 所以后来 神就 摩西就照着 神所说的 那就这样 往前走 所以后来 把这个杖 向海 伸张 对不对 所以后来 我们知道说 红海就分开了 这个海 就成为干地 百姓就走过去 后来确实 确实 这个以色列的 法老的 这些军兵 也跟过去 可是后来 神就兴起 神就让 这个海水 就合起来 所以他们就 全部都淹死了 所以那天 他们真的没有看见 从那天开始 他们真的不再看见 这个埃及的军兵 但是我觉得 在这里 有一个很棒的 一个 在十四章当中 有一个很棒的经文 它讲到什么 它说 神是从 云火柱当中 向埃及的军兵观看 他们就混乱了 听众姐妹 我就觉得 哇 神的眼目 遍查全地 主都还没有伸手 他只用眼睛看 就给他们带来 混乱这样子 所以神 真的就伸手 来拯救 这以色列的百姓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 里面的 这些内微 让我们更精准地 来知道说 这个事件的发展 神的奇妙 神为什么要我们 活在赞美当中 神为什么要我们 来信靠他 赞美 不是说 事情成就才赞美 在这整件事当中 十四章是告诉我们 发生的事情 而十五章 都在讲到 他们的赞美 如果没有十四章 他们 就是被这个 埃及的军兵 法老追逼 就不会有十五章 出埃及记 十五章的赞美 但是呢 我们来看 在这一章里面 我觉得有个经文 很棒 是在十四章的 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 好不好 读这个经文 来 耶和华 必为你们争战 你们只管静默 不要做生 当我读到这里 我就在想 为什么摩西 他是这样告诉百姓 说你们只管静默 不要做生 我就想到说 对 因为啊 因为百姓啊 你看他们 不讲话还好 他们一开口啊 就是 就发怨言 所以呢 摩西在这里 在教导他们 如果你真的无法赞美 那你就宁可 你不要说话 圣经也告诉我们 你若闭口不言 还算是你的智慧 也就是说 当你有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嘴 那你要安静你的口 安静你的心 来观望神的作为 好 我想这就是摩西 所说的 因为你知道 如果一个事情 一个征战发生的时候 我们的嘴 它会影响 它会影响你的心 如果你一直讲那些负面的 你知道 你就会一直失去信心 你会对主 对整个世界 你就失去信心 所以为什么 他这里说不要做生 我自己不觉得 摩西是真的觉得 说你们都不要讲话 摩西当然希望 他们讲的是正面的 积极的 来赞美神 相信神的话 可是摩西放眼看 这些百姓没有 他们聚集在一起 就叽叽喳喳 批评论断 讲这个讲那个的 然后里面有很多的懊悔 而且很多的怀疑 神在哪里 那现在我们怎么办 你知道 那个怀疑会具有传染力的 本来是一小群人 后来一大堆人 整个就带来很大的混乱 所以对领袖来说 是不容易的 所以这个时候 摩西就告诉他们 你们不要讲话 你们就是看神 只管静默 因为摩西知道 神他在掌权 所以在今天的这个信息里面 我觉得主 他就是要告诉我们 在你的信仰生活当中 你一定会遇到 很多不一样的困难 可是主希望你 做一个得胜者 而神的话语 会使我们 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神的话语 会让我们经历得胜 可是那个秘诀 你怎么样去经过 这个事件 得胜了 你当然要赞美神 可是在那个过程 今天我们讲 《出埃及记》十四章 说的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 你的态度 你怎么样经过 听我解决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看 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内容 你就想想 百姓的问题是什么 百姓所犯的 我们当然不要犯 可是我们要了解 神的心意 神是多么渴望 神的儿女 是这样来相信他 这样来倚靠他 以色列百姓 他们在埃及 他们在埃及 过了430年 奴隶的生活 可是时候到了 神觉得够了 你不要在这个奴隶 不要在这个埃及来生活 就像那一天 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 我们也被这个世界的 法老王 被魔鬼撒带 好像他掌管我们 世界都握在 那二者的手中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 好像我们 不由得我们自己 我们就跟着 这个世界的神 这样来走 这样过生活 可是会有个时候来到 在神所预定的时候 神说够了 有的人可能 在埃及十年 神说够了 就带领他们 也许参加一个儿童营会 他就出埃及了 他就要进迦南了 有的人是30岁 才离开埃及 有的人60岁 才离开埃及 可是中一个时刻 神觉得够了 时间够了 而神拣选摩西 就像神也拣选你 透过你 要把你的朋友 你的亲人 从这个埃及 从这个被法老掌控的 这样一个痛苦的生活里 把他们救出来 那当然要有摩西的顺服 那总之 百姓很高兴 当他们离开埃及 很高兴 他们就离开了 他们顺服摩西的带领 因为在他们的里面 他们有一个梦想 他们因为神的话 他们想到 我们要去到一个地方 是流奶与蜜之地 那是有神的应许 充满神的祝福 有神的医治 他们觉得太棒了 我们不用再做奴隶了 我不要再做奴隶了 我是一个自由的 很高兴 这跟我们信主的过程很像 刚信耶稣好高兴 好多的盼望 好多的梦想 可是呢 信耶稣不久以后 就像他们离开埃及不久以后 就在前往迦南的路上 他们就遇到红海的拦阻 前面有困难 好像过不去 那后面有追兵嘛 对不对 所以夹在中间 很痛苦 前面的红海 没有任何的工具可以帮助 没有船只 没有竹筏 好像他们不知道 怎么样可以经过红海 所以他们心中 非常的害怕 而且那些军兵 越离他们 越追越近 越追越近 所以他们真的很痛苦 所以他们人在痛苦里面 一般你很快乐 你不会抱怨嘛 通常是这样 可是人就是在那种压力 在那种失望 失败 沮丧当中 我们就忍不住 我们就控制不了我们的嘴 我们就开始抱怨 批评 我们就跟神吵架 跟神生气 因为我们的心 没有办法越过前面的障碍 所以呢 当你没有办法 越过前面的障碍 你如果不是看见主啊 对不起 你就是看见前面的障碍 如果你只看见障碍 你就会开始抱怨 因为你觉得 神没有帮助我啊 那怎么会这样呢 那当然你要了解 我刚刚提到 你不能够怪百姓 因为他们心里太害怕了 害怕是人正常的情绪 可是我觉得 你知道有的人很害怕 当你很害怕的时候 一定是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嘛 那种负面的环境 临到你的时候 可是有一种人 他们很害怕的时候 他们就把神推得很远 就像以色列百姓 他们就开始批评论断 从领袖开始骂神 反正都不相信 他们觉得 我们做错决定了 他们后悔了 他们觉得这个信仰的路 跟他们想的不一样 可是有另外一种人 我觉得这种人是比较属灵的 比较有信仰根基的 就是当他们很害怕的时候 其实是把他们更多的推向神 他们很惧怕 可是他们来依靠神 更多的依靠神 因为他们知道主我们何等的软弱 我们真的无助 如果你不来帮助我们 那我们真的完了 主啊 求你保护我们 求你遮盖我们 就像摩西 摩西跟百姓是在一起的 今天不是说 红海摆在前面 只有 只有百姓 面对红海 面对追兵 摩西是给放在另外一个地方 因为他是领袖 因为他是靠近神的人 所以在他前面 没有红海 没有追兵 他活在跟我们一个 不一样的世界里面 不是的 如果是这样 那摩西自然他高高在上 他自然可以讲那些 觉得说要信靠神 神是我们的神 他是我们的力量 如果是这样 你批评他还有道理吗 可是不是 摩西是跟他们 是处在相同的情况里面 但是 我觉得摩西的态度 是跟以色列人 是完全不一样的 虽然在同样的情况 所以这是我说的 你的属灵生命 尤其我们平常 有这样的操练是很重要 同样的问题发生 你是看见主 还是看见巨人 你是看见你的疾病 还是看见主 你是看见那个职场的恶劣 还是你看见神的掌权 所以摩西他一样 再说我不觉得他没有害怕 但是他立刻 当面对这样群众的压力的时候 他把神花给他 这个时候他知道 这个时候我没有别的办法 我虽然是一个领袖 我没有别的办法 我就是要来倚靠神 所以我要告诉百姓 你们要倚靠神 所以摩西说什么 他说不要惧怕 只管站住 意思是你们不要腿软 你们只管站住 看神今天向你们 所要施行的救恩 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 必永远不再看见了 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 你们只管静默 不要作声 为什么我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先知性的话 因为当摩西在说的时候 他还没有求告神 他还不知道神告诉他 那个策略是 你要向红海伸脏 对不对 红海就会分开 他还不知道 因为事情太突然了 一堆人在他前面抱怨 所以他需要告诉百姓 要稳住他们 要把神的话给他们 可是他并不知道 神要怎么做 但是你去看见 在这里我们去看见 神竟然是照着我们的话来成就 因为这里说 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 必永远不再看见了 这个时候的摩西 他并不知道神 他要用红海带领百姓经过红海 可是却是同样的红海 把这些敌军给淹没 摩西这个时候 他并不知道 可是他就是宣告神的话 他对神的认识 他鼓励百姓 你们所看见的一些 会伤害你们的 你们必不再看见 因为神要为你们征战 所以你们不要做生 你们就是要信靠神 意思不要做生 就是你们不要批评 不要论断 不要发怨言 他信靠神 这就是摩西说的 摩西之所以有这样的 胆量跟勇敢 他有这样的与众 有这样的一个 有这样的一个 不一样的态度 我觉得是因为 他没有把他的人生 他的资源 他的信靠 放在人的身上 放在环境上面 而是他信靠神 他真的认识神 他知道我们的神 他掌管天地 他也掌管人的生死 祸福 虽然有追兵 有法老 可是对摩西来说 他知道我们有主 所以丢结妹 你的话很重要 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 神会按着我们口中的话 给我们成就 当那些急难临到 当那些追兵临到 当你的环境对你来讲 四面都是铜墙铁壁的时候 弟兄姐妹不要抱怨 不要发怨言 这个时候你要选择 如果你真的要说 你就是要赞美神 你要感谢神 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 静默 不要坐声 说的是你来等候神 你的心默默无声 专等候神 来观望神的作为 来信靠神 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那个信心的灵 信心的高谋 就会更多 更多的来充满我们 而且真的神会照我们 口中所说的 就像摩西说的 他所宣告的 就成就了 但是让我们来看 神是怎么为 以色列百姓来征战 当摩西他告诉百姓 跟他们讲说 你们不要害怕 神为我们征战 对不对 可是之后 你看他立刻转身 他向神呼求 神就立刻应允他 可是在这里 神讲了一个话 我觉得很有趣 神说 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 弟兄姐妹 这个话真的很有趣 你为什么向我哀求 这里你可以想象 摩西他来求告神 他一定很急迫 他一定很有压力 所以他是哀求 哀求不是只是求告 哀求是 你可以想象那种痛苦 那种压力 那种沮丧 那种无助 完全很软弱 完全不晓得该怎么办 神你叫我把他们带出来 他们真的听见了 他们也都出来了 可是神你现在搞成这样子 你看前面红海 后面追兵 那你要我怎么办呢 那这样我不就是 我不是 如果你不拯救我们 我不就害死 一大群人都死在这里吗 所以我想 摩西压力很大 他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 所以他就哀求神 可是神竟然说 你为什么 神质问摩西 我感觉 好像神在对他说 你何必哀求呢 我一定会照顾你啊 我一定会帮助你啊 你为什么要哀求 你为什么这么惨呢 你为什么好像一副觉得说 天要塌下来的呢 当然我们要了解 摩西也是人啊 对不对 只是说 你要我们看见 真的 当他 所以这也是我们的经验 有时候我们要抓住神的话 可是我们要转身 我们可以求告神 神就把话语给我们 所以后来我们看见神 告诉他那个策略 跟他说 你告诉百姓 往前走 弟兄姐妹 在急难当中 在苦难里面 你面对的任何负面的环境 你要做什么 你要往前走 有的人遇到环境 立刻做很多的安排 好 很多的这些 这些等等的 不是 不是这样子 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 你要刚强 你要继续地往前走 你不要害怕 你不要想很多 那这个 那个 那个 当然我并不是说 我们应该做一个无知的人 好像说 我们就是 就是反正都有主嘛 都是主来做 都是主 都交给主 我们自己都没有想法 不是 摩西也不是啊 我们是会知道一些 我们应该怎么做 可是你要抓住神的话 当神的话给你 就像这里说 主要向前走 你不要再怀疑主 当然我在说 摩西一定有他的恐惧 当主跟他说 你要吩咐百姓向前走 你举手向海伸脏 水就会分开 他们就会走干地 你觉得摩西会相信吗 其实我觉得很难相信 因为现实的环境 你要有一个这样的看见 现实的环境就是 我前面就是有红海 我后面就是一大堆的追兵 然后神你告诉我 当然主你告诉我们 不要害怕 我们都接受 可是主你说 就把杖举起来 水就会分开 那怀疑没分开呢 好 所以你知道 有的时候我们的怀疑 我们对神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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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你里面也会有话 可是有时候就会有一个 那万一 主你没有医治我呢 那万一 主你没有给我开路呢 万一我没有那个房子呢 万一我没有那个工作呢 有时候我们里面 就是会有怀疑 可是这个时候 神就是透过环境 祂在破碎你的怀疑 因为摩西没得选 你觉得你叫 在那个环境当中 祂没有别的路 祂不生脏 反正前面也没路 后面也没有路 你觉得祂不生脏 祂能做什么呢 祂也没有办法做什么 所以祂就顺服神的话 弟兄姐妹 顺服就是一个破碎 在我不能够相信的时候 主我仍然要顺服你 对 祂姐妹 你知道神有时候 祂破碎我们这个人 祂折服我们这个人 有时候我们觉得 我们真的觉得 祂我真是苦啊 但是问题是神 我们看不到未来嘛 对 姐妹 如果你知道这件事情的结尾是什么 你就哈利路亚啦 可是就是你不知道 所以我们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们到底要顺服神 还是顺服人 顺服我们自己的感觉 我们的情绪 还是顺服魔鬼 我就在跟 这个埃及的法老 我们就妥协和好 就这样子啊 可是感谢神 摩西他知道 我除了神 我没有路啦 我如果不顺服神 我绝对没有路 我靠我自己 其实也是一败涂地 我觉得一个人 如果可以有这样的认识 我宁可 我信靠神 你知道 你不信靠神 你需要更大的信心耶 所以我们信靠神 当摩西他顺服神的时候 神气就发生 弟兄姐妹 真的当我们顺服神 我们全然的降服 我们破碎我们这个人 那神气就发生 圣经提到那个云柱 他就遮盖了 这个埃及的军兵 他们就陷在一片黑暗当中 他们就没有办法 继续地 就速度上就受险 没有办法那么快地攻击 以色列人 可是在这个云柱的另外一端 有光亮是火柱 当我们讲到圣经提到 云柱火柱 有人觉得好像是两个柱子 听我前面云柱火柱 其实我觉得讲的就是一个引导 事实上白天有云柱 晚上有火柱 其实一直来讲就是一个柱子 就是讲的就是神的同在 神的自己 所以这个云柱 在这个现场 对埃及的军兵来讲 他们看到就是黑暗 在黑暗当中就是混乱 所以他们就乱成一团在那里 虽然继续地走 台语说你找不到路 可是继续地走 继续走 那也是一塌糊涂 但是对以色列百姓 他们看见这个火光 这个火柱就照着他们 给他们温暖 在旷野是很冷的 可是给他们温暖 也给他们指引 给他们方向 所以他们继续走 那这就是神的带领 让他们可以经过 在神的带领里 可以经过红海 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 仍然有一个属灵的意义 在你不晓得你前面的路 应该怎么做 你要信靠神的火柱 祂光照你 祂给你温暖 祂给你引导 祂给你开路 所以你要继续往前走 可是另外一边 我们来看看埃及的军兵 因为当然他们看见 百姓过红海 他们也过了 因为虽然是看不太清楚 可是红海分开的时候 因为前面没有路 就这条路啊 所以他们往前走 弟兄姐妹他们也下去了 可是当他们下去之后 你知道圣经上提到说 神就摇动 这个埃及的军兵 那个摇动 我觉得一定是 很剧烈的摇动 我觉得那一定是 很剧烈的摇动 所以就像很厉害的地震 房子都会塌的 更何况 那个很剧烈的摇动 在红海里面 所以圣经上说 他们那些车子啊 军兵的车轮都脱落了 而且互相大家撞来撞去的 乱七八糟 一片混乱 弟兄姐妹 神 神伸手就是这样 神就是让魔鬼 让黑暗的权势 一片混乱 让他没有办法 找到方法 他在混乱当中 他没有办法攻击你 他就逃啊 圣经上说 魔鬼从一条路来攻击你 他要从七条路逃跑 他们就想逃跑 而这个时候 圣经 因为他们为什么想逃跑 因为他们这个时候 已经想到 这是神 因为他们这个时候 没有人嘛 没有人 谁碰谁啊 而且这么大 剧烈的这种 这种窑洞 那很多的伤害 你知道都一堆啊 整个 你可以想象那个环境 是很可怕的 所以他们想逃 来不及了 因为就在这个时刻 红海的水忽然回流 就把他们都淹没了 所有的埃及冰丁 都死在红海里面 弟兄姐妹 这就是神要为你征战 你所担心 你所挂虑 你要知道 那个红海 对你 对一个信靠神的人来说 是环境 是试炼 也是拯救 因为你会从红海经过 可是对那些 要伤害你的敌军 那些负面的环境 你要相信 对他们来讲 神的能力 会透过这红海 就会淹没他们 正如摩西所预言的 以色列百姓 不再看见埃及的军兵 丢旧摩在说 这件事情的应验 摩西 摩西并不知道 摩西当时 他告诉百姓 你们所看见的 这些攻击你的埃及军兵 你们并不再看见 摩西说的时候 他并不知道神的策略 可是神却是 你看神这么的 有时候会讲到 我们的神 他真的很好 他就是按照我们嘴巴说的 你必不再看见这些军兵 就真的让你 不再看见这些军兵 好像神是按照我们口中的话 来给我们成就 你知道人啊 人真的都是 我们都是跟着 我们的直觉走的 人的直觉 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 来决定 我要不要信靠神 对不对 人的直觉 面对红海 面对这些追兵 你看这些百姓 他们就是抱怨 他们就是后悔 我是不是走错路了 我是不是跟错人了 我们是不是做错决定了 怎么会这样呢 很多这种负面的想法 你知道负面的想法 是你开始想一个 两个三个 就一直来 一直来 然后整个把你淹没了 可是问题是 摩西 摩西也有人的直觉 可是问题是 我们却看见 他是坚定的来依靠神 他的直觉 让他感觉也不好 所以才会有所谓的 向神哀求 如果说摩西 像我们所以为 他就这么有信心 干嘛哀求啊 连求都不必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相信 主一定会拯救 我们干嘛祷告 你不祷告 主都知道你的需要 我想你也听过 有人讲 不用祷告 主一定会供应我 主一定会帮助我 可是事实上 人的直觉 人的软弱 就是因为我们不确定 或者我们不确定 主这件事上 你会不会照着我所期待的 来帮助我 所以才会有所谓 摩西的哀求嘛 人有直觉 人有感觉 可是如果有的人 顺着自己的感觉走 就走向那个负面 走向那些抱怨 那些不相信 那些怀疑 可是你也可以像摩西一样 我的感觉很不好 对我姐妹 感觉很不好 并不代表你不属灵 并不代表说 好像你有问题 你所信仰的是虚假的 因为你怀疑了 因为你哭了 因为你软弱了 不是 对我姐妹 我们的软弱 我们的哭泣 耶稣也是啊 耶稣也有软弱啊 耶稣在克西玛尼园 他流泪祷告 实际上说那个汗点 像血猪一样的 这样流下来 你可以明白 保罗也有软弱啊 保罗说有谁软弱 我不软弱呢 软弱都不是问题 可是问题是当你的 这样的感觉 充斥你的时候 把你推向谁 你是更靠近神 你要来倚靠神 来哀求神 来祷告神 还是说 我们就顺着我们的感觉 你如果顺着你的感觉 你就会像埃及的冰定一样 被这些给淹没了 你就会照着你的感觉 觉得你看果然 真的是这样 可是如果你愿意顺着圣灵 顺着圣灵 我们顺着圣灵走 顺着神的话走 神会带给我们生命的平安 对不对 所以百姓 你知道当他们愿意 当他们愿意超越 他们不要一直去注意 他们的感觉 我们就可以经历到 从神来的得胜 可是如果你凭感觉 来看这个世界 你会发现 这个生活当中 有很多的事情让你悲叹 让你非常的难过 神不要我们凭着感觉走 不管什么事情发生 你要知道 在你的生活当中 有云柱 有火柱 神的遮盖 神的引导 在你的身上 神要为你征战得胜 所以你要信靠神 要来祷告 当你祷告 就是给魔鬼敲上钟 你知道有一个姐妹 她就是 她是非常喜欢看连续剧 那不管是她聚会玩 或者说是上班 有时候在上班的过程 也偷偷追剧 或者下班 她就一直追剧 她从港剧 看到日剧 又看到韩剧 不管上班多累 她一定会看这个剧 她就觉得没有办法 好像她把自己 就放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 她觉得只有在那个 虚拟的世界里面 她就觉得 好像可以得到安慰 看这种剧 就好像 她把她内心的感觉 好像就附着在里面 她就越陷越深 不能不看 她有时候甚至 真的连做梦 都可以梦到那个情节 那这个已经是 一个上瘾的情况 但是那个真正的原因 不是电视剧有多好看 真正的原因 是她里面的压力 生活中有太大的压力 所以她把自己 好像隐藏在电视剧里面 她藏在里面 她释放她的压力在里面 她以为这样可以得到解决 就像今天很多人 在网络世界里面 参加这个团 参加那个团 参加那个联谊 参加什么的 就觉得说 我可以 在里面 我可以找到我的满足 我找到我的同侪 找到我的生命共同体 那就如果我们不跟神连结 你找那边来面对 觉得你的孤单 你的挫折 你的挫败 真的都帮不了你 可能一时之间你觉得 我不错 我不错 可是至终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 今天你跟三五好友在一起 吃喝玩乐 哇 大家很同理你 你好可怜 你好痛苦 你看老板真的是 很差劲 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你 跟你一起投你 骂得要命 你很开心 可是你回到家呢 你回到你自己的房间呢 你一定要要面对 内心的孤寂跟痛苦啊 你说那我换个工作 可以吧 你可以换一个工作啊 你觉得下一个老板 会更好吗 也不见得啊 多少人有这样的经历 换一个工作 换一个教会 以为会更好 会更好吗 你如果没有面对 你内心跟神真实的联系 就是不会更好 可是感谢神这个姐妹 她发现她的问题 她知道她不能够 再沉溺在里面 因为越沉溺 她走不出来 她的痛苦依然 你能够都不要睡觉眼睛 24小时就一直看着电视剧吗 是没有办法的啊 你知道那种 还是很孤单 还是很空虚 所以她就起来 她就来祷告神 跟神联合 要来追求神 跟神建立真实的关系 常常有人不明白 什么叫做跟神建立真实的关系 其实就是透过敬拜 赞美 就像我们说的 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压力 网罗 痛苦 可是神知道 解决那个办法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就是 主说容我的百姓出来 让他们敬拜我 所以主知道 神知道 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 那个根源 就是来自于你跟神的关系 你要来敬拜神 所以这个姐妹就开始敬拜神 不断地敬拜神 也许刚开始有点 有点软弱 有点不容易专心 而且那个影 影就是 她就是会勾你 你知道吗 明明敬拜神 可是又很想知道 那个剧情 又想要去看那个手机 可继续敬拜 继续敬拜神 慢慢地从里面 来得到释放 对我这边 神会这样帮助我们 你要更多的敬拜神 不管你生命中 你是有酒瘾的问题 或者说你有其他的 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软弱 你不要去 只是觉得说 我要用世界的方法 来解决属灵的问题 世界的方法 永远没有办法 解决属灵的问题 你生命中 你真正的问题 你真正的需要 弟兄姐妹 就是要来依靠神 就是要来赞美神 就是要这样子来信靠神 所以你看 你看这个 以色列百姓 他们就经历到这个得胜 对不对 他们看见 见证到 哇 我们的神 那个红海竟然真的分开了 我们真的走出来了 而且埃及军兵都死掉了 你知道他们有多么的兴奋 多么的狂欢 好像法院的宣判 宣判你赢了一样 哦 你就起来欢呼跳舞 他们也是这样 所以才有出埃及记 十五章的赞美 你知道出埃及记 十五章的赞美 是非常精彩 很多人的问题就是 我不会赞美神 祷告可以 有时候我们祷告神 总是知道 祂的需要 祂的家庭 身体 职场 我们就为祂祷告 所以有人觉得祷告可以 不会赞美 赞美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之后没有辞了 弟兄姐妹 如果你不尝赞美 你没有活在赞美的生活里 你自然不会赞美 而且你会觉得 哦 一直唱 一直唱 唱了半小时 还在那边唱 有时候你就会有这种感觉 觉得 就好像你在看表演一样 可是赞美从来不是一个表演 你要投入 你要在里面 你说 哦 可是 这歌我不熟悉 不 我们可以学习嘛 很多事情都不熟悉啊 以前你都用大铜电锅 现在用微波炉 也是很熟悉的 所以很多事情 我们是可以熟悉的 可以操练 你不断地操练 就像在我们中间 我们有很多时候 你在小组 在祷告会 在主日敬拜 好多的机会 你都可以赞美神 那你要学习 口开 心就开 哦 你说我不会赞美 跟着别人赞美 别人怎么赞美 你就赞美 你就会赞美了 而且你不断地赞美 你会发现 你这个人 你的心 你跟神之间 那个连结 那个关系 从神得到的 那个启示 就会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不一样 那当然如果 有人真的说 哦 我就真的不会赞美 那我可以鼓励你 可以看 这个《出埃及记》十五章 他就告诉我们 你怎么可以赞美 你要赞美什么 这里他就提到 你要赞美神的能力啊 这里提到说 因为我们的神 他大大的得胜 你有想过 我们的神 他是得胜的神 所以你每次赞美神的时候 你要赞美主耶稣 他的得胜 他得胜在你的健康上面 在你的疾病 在你的儿女 哦 很不乖 很不听话 可是我们赞美神 哦 主 他要听话 哦 主 你要这样 征战在他的身上 让我的孩子要回转 要改变 那个悖逆的心 要得到改变 在我的职场上 主啊 虽然有很多人想害我 可是主 我要来赞美你 你为我征战得胜 这就是这里说的 主为你大大的战胜 然后呢 这里还提到说 神是我的力量 我的诗歌 我的拯救 我要遵从祂 我要赞美祂 所以你要常常赞美的内容 就讲到 神是你的力量 什么时候你需要力量 对我几位 百姓 他面对这个敌军的时候 他很需要力量 因为他们的心都消化了 他们的腿都软了 在他们最惧怕的时候 是没有力量的 所以你说 可是他们都抱怨啊 抱怨很有力量 不 抱怨是因为他们里面太害怕了 他们没有力量才抱怨啊 对不对 所以呢 可是他们把方法用错了 他们不应该把这样的一个情绪 好像就放在抱怨里面 他们应该来赞美神 所以你要知道 你赞美的内容 就是要讲到主 祢是我的诗歌 我的拯救 我的力量 这里提到说 我们的神是战士 祂的名是耶和华 听众姐妹 这个是很棒的一个经文 讲到神是战士 祂知道怎么打仗 你知道打仗这件事情 是会死人的 所以我们尽量都不要打仗 希望和平 但是有的时候 在我们人生的旅程 国家跟国家 我们当然尽量觉得 不要为了个人的利益 就打起仗来 但是问题是 我们个人呢 我们这个人 我们常常又打属灵的征战 你怎么打 我怎么知道这个战争 我怎么样得胜 你就是要来依靠神 来赞美神 不断地赞美神 神就会把那个策略给我们 因为我们的神 祂是战士 你跟随对的一个将军 一个领袖 一个神 你跟对神 你的人生就有盼望 神会告诉你 这个时候 你应该是要静默 你应该要等候 你应该要起来赞美 或者这个时候 你应该要 要进食 你应该要怎么做 神会引导我们 因为祂是战士 祂要你得胜 祂要你自由 而且呢 在这里也提到说 我们的神的能力 祂用祂的右手 摔碎仇敌 所以这里 百姓们继续地颂战说 神啊 众神之中 有何神像你 至圣至荣 可颂可谓 施行其事 所以这里是我们赞美的内容 有谁像我们的神 对不对 这个世界上 声称他们是神的人 太多了 可是不 主唯有你是神 所以我要来赞美你 你是施行拯救 施行歧视 歧视就是像 红海分开这样的事 一个看起来不可能的事 可是神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我要来赞美你 我要来赞美你 而且这里还提到说 神的能力 让这些攻击你的人 他们就像石头一样 在那里动也不能动 所以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 祂要帮助你 所以你要起来赞美神 我们的神要做王 直到永永远远 而在这一章的后面 祂提到 女先知米利安 祂讲到 这个米利安 祂手中拿着鼓 所以祂带领众妇女出去 拿着鼓来跳舞 拿鼓跳舞的意思就是 这就是我们赞美的态度 我们赞美是要欢欢喜喜 弟兄姐妹 我们信耶稣 不要很悲哀 有的人 就是好像觉得 我们要跟随神服侍主 就很容易觉得自己很可怜 我为了耶稣 我这个也放下了 我那个也舍弃了 我没有我自己的时间 我没有我自己的这个那个 你看我为主 我摆上多少 对不起 我们真的服侍主 我们没有那么惨啊 不用在那里好像觉得 我们很可怜 我们为主牺牲了一切 我们没有 我们可以服侍主 那是天大的恩典 如果你真的明白这件事情 这个真理 我们会很珍惜 我可以服侍主的时刻 因为我们不见得 每一个时刻 我们都可以服侍主 我们人生终有来到一个时刻 可能我们的环境 让我们没有办法再服侍主 对不对 所以你要珍惜 我们要感谢神 主你真看得起我 你可以让我做主义学老师 你可以让我做青少年辅导 你可以让我做一个招待 我不论做什么 我为主而做 我高高兴兴 我欢欢喜喜的 我不要在那里 好像不断地在暗示 我有多可怜 听众姐妹 这个就是赞美的态度 我们是欢欢喜喜的 来跟随神 不是在那里悠悠愁愁的 好像我们这样子 会有忧愁 我在说你遇到苦难 我真的不要你误会 觉得说那我们忧愁 我们就有罪 我们忧愁我们就不属灵 不是 是说你可以忧愁 耶稣也忧愁嘛 圣经上 耶稣还是忧患之子 可是重点就是 你要知道 我们 在我们最忧愁 最软弱的时候 你要起来赞美 赞美神 要起来仰望神 就是你不要顺着 你内在的那个声音 负面的声音 你就往另外一个方向走 因为那个不会带领你的生命 更靠近神 而是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极难 困难 你要不断地仰望神 定睛在主的身上 主你是我的力量 你是我的拯救 你是我的帮助 我要将来赞美你 然后我们就快快乐乐地 来跟随主 一宿虽有哭泣 早晨便必欢呼喜乐 主是让我们喜乐的神 所以诗人说 我的心啊 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沮丧 然后一转眼 他说 我要来赞美神 我要来到我最喜乐的神面前 这就是一个赞美的态度 我的心会有忧闷 我的心会有烦恼 可是主啊 我要转向你 我要来赞美你 所以最后 我用一点时间来讲到 为什么 今天我们讲到赞美 赞美就是给魔鬼敲上桌 可是我赞美神的理由是什么 第一个 赞美是神在耶稣里 向我们所定的旨意 你被造的目的 你从这个世界被呼造出来 就是为了要敬拜神 我们从前面出埃及戏已经提到 神要摩西把百姓从埃及带出来 就告诉他们 荣我的百姓来敬拜我 所以你蒙造 你得救 你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来敬拜神 就是要来赞美神 因为赞美神帮助你进入神的同在 诗篇一百篇第四节说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 当赞美进入他的院 当感谢他 称颂他的名 所以我们要常常称谢神 常常赞美神 我就想到那个米勒 米勒是个画家 他讲了好多幅画 可是我们很喜欢这一幅画 这幅画叫做晚钟 这个画是在讲到说 一对年轻夫妇 他们下班的时候 他们走在那个田野当中 他们听见教堂的钟声响起 然后他们就立刻把双手合起来 在那里祷告神 在那里感谢神 弟兄姐妹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要让我们里面那个 祷告赞美的钟声 常常响起来 当你被老板骂的时候 那个赞美的钟声要响起来 主我赞美你 我感谢你 当那个疾病来临的时候 主啊我感谢你 我赞美你 任何的问题来靠近我们的时候 主我要感谢你 我要赞美你 这个就是当那个感谢的钟声 当那个赞美的钟声 从你里面想起的时候 你就是给魔鬼敲上钟 那个钟声你越会赞美 你越常赞美 那个魔鬼真的是受不了你 他就离开了 真的 所以我们要常常活在赞美 活在哈利路亚的这一方 就不一样 而且你常常赞美神 弟兄姐妹 你就会远离批评的嘴 有时候有人说 我都控制不了我的嘴 其实不是 是你要控制你的心 你常常赞美神 不断地赞美神 你嘴巴所说的 就不会一天到晚 都是别人的是非 你的眼睛所看的 都不会一天到晚 都是别人的问题 而是因为你更多的 被神所得着 就会 我们的生活 就会不一样 第二 赞美神的理由 告诉我们说 这是我们可以得着神救恩 最快速的方法 在圣经里面 不乏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事情 最著名的几个事件 也让我们知道 比方约沙法王 那个时候当联军 要来攻击他们的时候 突然 这是突然的事情 没有预料到 突然他们就来了 就要攻击他们 可是呢 约沙法王 当然会惧怕 圣经上说他惧怕 他来找神 他来问神 而且他用神的话 来塞神的耳朵 他跟神说 神你不是应许我们吗 我们如果在你的圣殿里面 不管我们遇到饥荒灾祸 或者刀兵灾殃 在急难当中 有任何的祸患 我们如果在你的圣殿里面 来祷告 你就垂听我们的祷告 我觉得他是一个聪明的王 他用神的话 来塞神的耳朵 告诉神 神你不是这样说吗 神你不是那样说吗 我们不是 我们祷告 我们呼求神 不是用我们自己的声音 我们的感觉 而是用神的话 神的应许 主你这样说 你那样说 后来我们知道 神就释放他的话 告诉他的百姓 不要因这个大军 惊慌恐惧 胜败不在乎你们 来在乎神 所以神就告诉他们 你们要做事很简单 设立师班 所以他们就设立师班 在军队之前 不是让他们做炮灰 是设立师班 在军队之前 他们大大的赞美神 他们在那里送赞神 圣经上说 神就派扶兵 来击杀 那些要攻击他们的 这些联军 弟兄姐妹 你知道 天使是服役的灵 所以有的时候 当你软弱的时候 神自己要帮助你 可是神会释放天使 有一些天使带来安慰 鼓励 就像那一天 那天耶稣 耶稣他在克西玛尼园的时候 你知道有天使在旁边 服侍他 那我们也是这样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神有时候会拍拍天使 给我们安慰 给我们鼓励 可是有的时候 有一些天使 是征战的天使 他为你得胜 他为你打仗 这个事件说的就是这样 神派扶兵 神的扶兵就天使 你知道就立刻 就击杀他们 他们就大大得胜 圣经上说 神赐给他们 四尽平安 有什么使 让我们可以得到平安 我觉得是更大的祝福呢 你不要羡慕别人 吃三针喊胃 住在那个豪宅里 你知道当忧郁症 来攻击我们的时候 唯一的差别就是 你私在什么房子里面 得忧郁症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明白 真的最要紧的不是这个 不是外面 外面的荣华富贵 你的失望 你的得胜 你的富足 弟兄姐妹 终有一天 这一切都会过去 可是唯有我们 遵行神的旨意 这是永远长存 苦难 试炼的灵道 都是在我们 不知道的时候 没有预备好的时候 从来没有一个人 预备好自己说 来吧 苦难 没有的 对不对 他就是来了 那像道子一样 我们没有防备 可这个时候 弟兄姐妹 要稳住你的心 把眼目 定睛在主的身上 我们主能的神 我们的神是帮助我们的神 保罗跟希拉那一天 他们还是为了 服侍主的缘故 他们被关在监牢里 他不只是被关在监牢里 圣经上说 他们被打 他们被人家把衣服给扒了 被打 打了很多棍 我想他们在那里 你知道有时候 也许他们 我不相信 他们在监牢里 他们好开心哦 我们被打 好高兴 我又可以赞美神 我被打 你看我被关 有谁像我一样呢 那时候我们就觉得 他神经病了 对不对 基本上不会的 我们今天我相信 他们在极大的压力里 而且圣经上说 他们不只被打 而且还有人监看他们 他们派那个 敬竹紧紧地看着他们 就是监看他们嘛 好 那所以 你知道 这样的一个苦难 他们就睡不着啊 所以才说 约在半夜赞美神啊 弟兄姐妹 他们在半夜 为什么在半夜 睡不着 所以他们就赞美神 也许就是在 你知道人的压力很大的时候 就像我刚刚说的 你压力很大 第一个 你有的人 就是不要赞美神 我就废在那里 我就继续睡 睡 什么都不想做 什么人都不想见 我把自己神引起来 可是另外一种人 他们在压力很大的时候 他就赞美神 因为我觉得 保罗希拉他们知道 他们没有别的路 就像摩西 那天他在追兵红海中间 他到底要把他 把杖举起来 他没有路 他知道 我只有顺服神 所以弟兄姐妹 当保罗希拉他们 顺服神的时候 你看他们太静心了 因为他觉得 我不想看到这些 监看我的人 他们在那里 好像在那里看我 好像 就是 他不想再看这些环境 你不想看环境 就把眼睛闭起来 就好好赞美神 就看见神的荣耀 他们赞美神到一个地步 圣经上说 地大震动 甚至监牢的地基 都摇动 所以呢 也许有人这样说 很好 神听他们在苦难中的赞美 已经被打成这样 被关了 又睡不着 然后他们选择 不是选择抱怨 批评 或宅在那里 废在那里 他们在那里赞美神 哦 神听他们的赞美 虽然没有鼓声 没有吉他声 没有诗情声 可是神觉得他们唱得 真好 真好 真好神不自觉 就拍起那个 给他们打拍子 给他们拍手 就地大震动 哎呀 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好 当你好好地赞美神 你赞美到你忘记你自己 我们就有一个盼望 主你要把我们身上的锁链 给断开 因为主应许我们 祂要赐华冠与习安 悲哀的人代替灰尘 喜乐有代替悲哀 赞美意要代替忧伤之灵 所以今天不论你的环境是什么 起来赞美 不管今年我们所要面对的是什么 起来赞美神 最后我要说的 因为感谢跟赞美 是具有信心的力量 它会连结我们神 跟我们之间的关系 在你所有的负面的环境领导 弟兄姐妹 你第一个会被攻击的 就是你的信心 你仇敌第一个要偷走的 就是你的信心 可是你要透过感谢跟赞美 把信心拿回来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 拒绝 拒绝魔鬼 我不sign 我不要签名 我不要接受这样的一个 好像一个属灵的攻击 在我的身上 一个负面的环境在我身上 我不接受 我要起来赞美 透过境外赞美 继续让信心的灵来恩高我们 让我们跟神的关系 一直保守我们的心 一直在主的里面 不管我们前面的红海是什么 我们的困难是什么 弟兄姐妹你要相信神 当我们起来祷告 当我们起来赞美 我们足能得神 因为耶和华是战士 所以我们要来这样祷告神 要这样来依靠神